那我们来介绍去除红眼 它没有红眼睛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去 把有一张红眼睛的 有兔子它有红眼睛的照片 把它载入进来 好请点选载入 然后麻烦请选 这个刚刚我们做好去除黑斑的 隔壁是不是有一个兔子的照片 请把兔子照出来 不要再去玩刚刚那个了 你回去重点是把你的照片拿出来 你去改改看 你会发现改了还蛮有成就感的 可是我更倾向建议你们 应该是要去那个 photoshop里面去玩一下那个去除黑斑 各位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兔子了 打开这个兔子的照片之后呢 麻烦请你们现在 点选这个去除 去除这个红眼 去除红眼 请点这个去除红眼 然后去除红眼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首先它有用搜寻去除法 跟手动调整法 我们就用它的这个模式 搜寻去除法 比刷大小 你怎么知道比刷大小要多少 所以你是不是要看那个眼睛大小 眼睛 眼睛 对不对 所以请问32是不是差不多 对 所以这边 底刷大小 不调整 不调整 然后这边点一下 假设 假设你要把这个 这个地方的红色拿掉 也可以哦 有听懂我意思吗 你要把哪里的红色拿掉 你就是点它 点一下 其实它点下去以后 它会有那个遮罩 好 接下来你点 开始处理 可以吗 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清楚 你可以再点一下它 然后开始处理 有没有变更深了 再点一下它 开始处理 可以吗 我做了三次处理 它的眼睛就变成 变成黑色了 有看到哦 所以这就是去除红眼 请问为什么会有红眼的情形 那是因为 假设当我今天 假设当我今天我是 夜晚的时候来去拍照 拍照的时候那个 那个眼睛 眼睛 它其实是一个水晶品 它会把那个红色呢 它会把那个颜色 它会把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是红色 把它传送出去 就是反射 反射到我们的那个镜片 可是我们的镜片 我们做的是什么 是红外线 是有加红色的 这样才了解 所以它反映出来 反映出来就变成是红色 只有红色 只有红色 只有会反光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肚子你看 哪里会反光 就只有我们水晶品 眼睛 它会反光 可以吗 好 所以这就是去除红眼 再来我还要再加一件事 因为我把这些基本的功能教完 我们下午就可以再教你那个排版 我不想你们在家 如果说有一段 例如说好了 先几天不知道做什么事 会不会想把家里的沙发 这些改改位置 桌子改改位置 我妈妈喜欢做这种事 她就喜欢说 让我们回去的时候 去看她的时候 就觉得 好像今天又有点不太一样 好 只要她高兴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沙发 下面摆那种 就让她可以拖 比较方便的那种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设当我现在 我这个兔子去除红眼 对 我们先把它储存起来 去除红眼 最下午我们再教你布局之类的 去除红眼 哈喽 请问三十号有问题吗 我知道 不小心按道 所以我就关掉 好 好 那接下来去除红眼点 OK 好 请问一下 我们通常照片里面 照片里面 我们会放文字 来去加强这个主题的说明 对不对 所以这边 这边我也会去告诉你这个文字 文字该怎么放 好 那文字 文字请各位注意一下 现在开始我们要有不一样的一个图层的概念 请问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影像在这里 这个是底图 你把它想成是最底下的这一张图片 那请问它上面 上面是不是就可以放物件 就是你把它想成最下面有一张纸 纸上面会有东西 例如说你可以去放文字物件 你可以去放其他的图片 其他的向量物件 反正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就想象一下 我现在我有底图了 然后底图的上面我要放什么物件 可以吗 那通常我们把这个物件定义为叫做向量物件 为什么叫向量物件 因为这张底图它叫点阵图 好 因为两个都是图案 不管你现在放进来的物件 它其实也是图案 也是图 对不对 两个都是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会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向量图 向量图 所以我们在这边刻意稍微区分一下 让你知道这个叫做点阵图或底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在点阵图上面放物件 向量物件 好首先请问一下 假如说在这个地方我要放早安 我要放早安 我们我们先教你怎么把文字放进去 然后下午我们就要再跟你谈更多的内容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要放文字 所以我就直接点最右边有一个物件 T就是 好请问一下 你这边看到都是恒的字 可不可以放直的字 那你会说 我把它拉下来看一下 都是恒的 都是恒的 那有没有直的 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放早安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呢 你就只能透过输入的方式来去修改就好了 好在这个地方呢 请问一下 他已经都帮你设定好颜色了 如果说你现在选择这个绿色 绿色的边 然后白色的内容 在这里是不是就不能比较好的呈现 对不对 好那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有一个配色原则 如果你要呈现那个主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对比的颜色 也就是红配绿 请问一下这边是不是绿色 我预计文字放在这边是比较合适的 这边刚好是绿色 所以呢 我这边应该要选什么 选这一个效果 或这个效果 同意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我不喜欢请你说 你自己随便选 没有随便 没有随便 可以了解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我希望等一下我要在这边放文字 好那文字的话 我的地图因为是绿色地图 我又希望凸显这个文字的存在 所以我当放一个比较明显对比的颜色 红配绿 为什么叫红配绿 因为红橙黄绿蓝电子 如果你绕一圈 绿色在红色的对面 这就叫对比色 那你会说 黄色的对比色是个蓝色 因为红橙黄 对不对 经过绿 经过蓝 因为红跟橙其实是蛮接近的颜色 就是如果说你以百分比来去看的话 红到绿它是对面 但是红跟橙其实是蛮接近的 好那我们现在当然就选 例如说假设我喜欢这个文字好了 我就点一下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那这边有看到吗 放置的位置字形大小 要不要变粗体 我想这个就不用教了 好 接下来重点是 你要把文字改成找安 会吗 找 然后刻意打一下 Enter键 然后安 它是不是就变上下了 上下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还没有结束 你现在看到这个早安 你会觉得字太小了 还有位置也不对 首先觉不觉得位置 我们应该搬到 搬到适当位置 就是说搬到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字太小了 当然会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字放大 字怎么样放大 这边有字形大小的调整 但是你会说 这样子的字 到底多少是比较大 多少是比较小 这个时候其实我会 我会比较倾向建议你 你可以 你可以先做 本来是假设64 现在这样子 你会觉得说太大 如果你觉得觉得太大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缩小 就是往这个数值变小的地方来去调整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等于是说你在一个范围里面来去调整 好 调整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我要特别讲一下 在这个地方这个字形 这个字形好像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因为看时间不晓得够不够 教那个免费的免费的一些很棒的字形 什么重议体啊 还有那个卡通字形啊 因为因为他真的有一些免费的字形 好能够让我们的设计可以更多元化 尤其是因为反比中文 好 那假如说 假如说我这边我通通都设计好了 设计好了 我们先不存档 可是我想要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当你点选 点选它的时候 又可以叫出来修改 因为你现在就只有一个物件 假设你要修改这个物件 你就只要点它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可以进行物件的格式 也就是物件内容的调整分修改 好 请问你这个T会加吗 可以了解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因为因为这里面你会加P 那我觉得说我们还可以再加点别的东西 可以大概知道为什么这边放早安吗 为什么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还是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右边还是左边 右边 我们先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好 你要先加一个东西 好 可是你加到 加到 例如说两个东西 你觉得还好 加三个东西 加四个东西 我跟你讲 加到五个东西 你就会觉得太多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 因为你就是要自己来去调整 你不能学完了之后 还是按照老师告诉你的方式来去做 所以 假设我今天放第二个物件 第三个物件 第四个物件 然后放到你觉得多 然后接下来要再删掉物件 然后调整物件大小 来去配置它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边 这边有那么多物件 好 那只能下午的时候再告诉你 因为 只要有东西进去 你才需要做调整跟修改 好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先把第一个 这应该叫贴图 我们就先做到这边 请存档 档案 另存 另存影像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改成叫做贴图 好不好 我都会把原本的档案名字四之一留着 然后我改名叫做 例如说 各位知道贴图是什么吗 LINE里面不是有很多贴图吗 好 如果你做完早安 记得还有午安 等着各位来去做晚安 做到第39个 你就可以去 比如说申请 我们把这一整组的贴图放到网络上 让别人来去做下载 你可以创造免费让别人下载的贴图 对不对 这就是让我们达到财政部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特效 好 我想我们上午的课程 要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影像 影像要怎么去做 修改 编辑 然后再加相关的部件 下午一点半 我们再进行今天第一天的下午课程 陈杰早上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了 例如说影像的一些基本的处理 就是很短很简短的 让我们知道一下 例如说我们把饱和度提升 然后把例如说 有一个叫做亮度与对比的对比比较升 你就会发现这个影像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然后接下来我还有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文字 例如说我们的一个影像上面 你可能要放一些文字 然后这些跟彼此间的关系 接下来就是要构成 我要如何去做排版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在做一个图案的时候 它应该会有一个要宣传的主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展到 就是说 这个影像图案的排版 让我们去完成这个素材制作 好 那我们还是用Potocap来跟各位分享 所以呢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内容 好 那各位 我们就先来去讲一下说 当我今天 我要去做一个影像图案 那这个是桌机板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到 它可以在这边编排不同的图层 这是桌机板它的好处 而且你要了解不同桌机 不同的图层 它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到 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以及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一个新的档案 来去跟各位做分享 刚刚那叫云端发票乐透了 好 首先各位 首先各位我们先点一下载入 如果 如果它出现 它出现 让你储存 你就直接跳掉 好 例如说点选载入 你可以不要做任何储存 好 直接点选for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希望说 把我们刚刚早上介绍的一个财政部的图案 叫出来 因为做我们的比较熟悉的图案 我们会比较有那种认同感 还有在学习起来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好 点选早上我们下载的那张图案 我应该我们是放在picture底下 好 所以请你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然后点OK 好 来麻烦请你们跟着一起做一下 找这张图案 这张图案 对不起 我们应该载入那个已经裁切好的图案 请找那个已经裁切好的图案 好吧 点OK 好 那我们找那个已经裁切好的图案 因为它下面有很多那个马路 其实这个影像我们不用太清楚的存在那个马路 所以我建议是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就是裁切后的这个影像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影像叫出来之后呢 我想在这个地方 它叫做底图 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 我想要在上面放文字 放文字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今天来去看一下 文字的使用 文字的使用 它应该专注于一个单一的消息 尽量减短 其实 其实像例如说 我现在我想要去介绍 财政部现在在推的一个活动 你看一下 当我点选财政部 然后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云端发票 乐透了 对不对 其实因为我们是要去做海报 你要宣传的不是那个载具 不是那个APP 你应该要先用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字 然后先吸引别人的注意 例如说云端发票 其实这就已经够吸引了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领纸本的发票 后来就存到自己的 例如说载具里面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说 它有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云端发票 好 那云端发票如何 乐透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做云端发票 乐透了 这个讯息 然后传递给别人 其实就很像刚刚 我们早上是不是做一个贴图 里面放早安 好 主题一定要清楚 境外资金会入专法专区 好 请问一下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做一个 这个好像 好像就是境外资金会有一个专法来去管理它 好 那你可能重点应该是要稍微把它 如果你要宣传这个主题的话 我建议你们应该不要太多的字 否则的话太多的字 可能会让别人不太懂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回来 记住 单一个消息 尽量简短 因为你今天要给别人一个贴图 好 一个讯息 一个图 那里面可以放文字 但是请你不要把它像作文一样呈现 绝对不要用word的观念 而应该是只放主词 因为请问一下 主词 动词 受词 形容词 灌词 对不对 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是不是主词 好 那我们现在 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 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来讲一个结论 所以请问一下 云端发票 这是不是主词 乐 快乐 会让你快乐 重讲当然快乐 那个是动词 所以这些是可以省略 所以这些是可以省略 只是如果说你 因为七个字我觉得还蛮OK的 所以就变云端发票热透了 这样可以理解 我现在请你们要知道的事情 一般我就是要去宣传云端发票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先把字打出来好了 好 那首先 首先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要放文字 所以我们用物件里下的T 请问它这里面是不是 就是很多种颜色 有白色 有黑色 有黄色 有蓝色 很多种颜色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建议就是用什么 例如说 黑字白边 或者是白字黑边 好 这个是最 就是让别人一目了然的方法 可以了解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字 当然如果为了好看起见 我们等一下再做修改 所以我们 因为重点你要先 先知道说 这个物件的存在感很重要 再来放在什么位置 这我教完之后 我们再去把色彩 配对成功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当很多种颜色的时候 建议你就是放黑白 黑白 所以你有这一种跟这一种的选择 如果你要放的地方 刚好它的底色都是白色 那你当然要放什么 放这一种 如果你的底下有花花绿绿很多种颜色 那你就要放 就是说颠倒过来的 因为等一下我再教你如何颠倒过来 例如说黑的字白色的边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先用这一种来呈现 麻烦再文 这些就不教了 这等一下我们要调整字形大小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打云端发票 乐透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字其实已经在这边了 很小 对不对 那你会说 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子放大 可以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用这边点往上往下 三角形 这个选择钮 好 然后再把文字放到适当的位置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字形很丑啊 我们等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教一下 那个免费字形 因为真的有很多 那个版体中文的免费字形 是可以教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边这个字呢 麻烦至少我们现在也选择 如果它是英文 建议用a real blank a black 但是它这边 它不是英文字 所以它是粉底中文 所以我们往下去选 至少选到这个微软正黑体 好吧 微软正黑体 你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至少字还蛮清楚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字 这个字呈现在 现在我要跟你讲 就是大小 大小 各位应该知道说 假设你今天你把物件调整大小 例如说这样子的字 请问你会不会觉得字太小了 对吧 好 所以相对的 我会大概把它放大 或者是 或者是你如果可以的话 去设计 乐一个字在这边 透一个字在这边 然后乐一个字在这个地方 然后上面就放那个 好像三个气球 然后上面再放 云端发票 类似这样子的设计 这就是 这就是比较造型文字的设计 但它这边没有提供这种造型文字设计 所以变成说它可变化性就蛮少的 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大概就只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呈现 好了 然后接下来选择好适度的把这个字改大小之后 适度的把这个字改完大小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它应该放置在 例如说这是一刚开始的地方 然后放在三分之一 这边有一条三分之一的线 然后这边有三分之二的这条线 还有底端 好 假设 假设我今天我们要去看这个文字 假设我就只有这个字 请问你觉得放在哪里最适合 为什么 放在这边是不是最适合 为什么 其实它刚好在一个人 如果以人的一个比例来说 刚好是对着我们的眼睛的那个位置 可以理解吗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 上帝在 对 人是上帝造出来的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去看这样子的内容了 所以所以变成说你说要把这个为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放你重要要宣传的资讯 就是在这条线照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 云端八票乐透了 好了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会不会觉得这个物件好像不够特殊 不够特殊 它其实还有那个物件属性设定 我们来再修改一下 再修改一下 首先 首先这个边框 边框 有看到边框哦 这个边框的宽度再增加好了 还不够再增加 我觉得要让这个字的凸显 它要存在感 那就把这个边框 例如说设到100好了 好 这样可以了解 把这个边框设稍微大一点 好 例如说设到76 设定完边框之后 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字的颜色 你有没有觉得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字的颜色 白色配黑色 或者是我们这边能选择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白色 例如说改成黄色 因为白色跟黄色 它在亮度上面是很接近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颜色 颜色这边来去修改 修改变成黄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以吗 然后建议是稍微 把它稍微再放上面一点点 因为这边刚好颜色太暗了 太暗了 没办法形成那个对比色 或者是你把它稍微放下面一点点 好 不管怎么样 好我们还是维持原本刚刚位置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反正颜色它好像就是黏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 干脆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增加一个白色的 就是淡化的图层 好 所以请游标点到这个地方 请游标点选下面这个图层 然后这边增加图层 增加一个空白图层 请把这个空白图层翻到文字跟文字跟这个之间 就是这两层之间我们加一个图层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希望把这个图层去做一个透明淡出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变这个白色这个图层 然后透明淡出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现在 现在它长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颜色是不是就 就被排开来了 为什么 本来好像在统一层的那种感觉 现在中间中间就放了一个 就是让它颜色白色慢慢遮盖住 所以这边这边是不是字就清楚多了 还有上面 上面本来我们就可以放天空 天空就是亮 就是很亮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你觉得不会觉得下面这张图变得很奇怪 可以吗 这个小小技巧提供给你们才好 但是我希望你们顺便懂一个概念叫扩散 扩散就是当今天阳光灑下去 灑直线的灑 这是现在的线性 都是直线 可是那个如果是放射状的灑 就是要用扩散 扩散会比较漂亮一点 就是下面这边的它会沉浸这样的幅度 可以大概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把它改成扩散 扩散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心 例如说往四个角落这样来发散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稍微 对不起 稍微要去调整一下 它扩散的话 我觉得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它不让我去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改成线性来讲好了 线性 记得线性的话 线性 那么麻烦请你们 麻烦请你们注意一下 我不用它到整个满板的线性 我只要到一半 我只要到三分之二这个地方 三分之二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影像 跟后面的影像分开来了 好 那为什么下面要很扎实的颜色 因为那个是我们习惯来去看颜色的话 它下面本来就是要实际有完整的颜色 好了 接下来我们假设做完这件事 OK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这个云端 云端发票热透 它是不是就变成有跳出来那种感觉了 好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是不是有三层 你现在要选文字 你要点到这一层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上下的移动 请问现在能不能改变这个白色 可以 你就点它 你就点这个白色层 滑鼠右键 再去设定 透明淡出 可以吗 这就是现在这个 因为很多图层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先慢慢有这样子的观念 你不要直接点这个文字 你点了假设我要选文字 你必须要先点图层 文字层 然后再可以去做一个活力移动 好 这样子可以 那下面 下面您觉不觉得 我应该放一个叫做财政部关心名 就是假设你想要放 请问那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 那个财政部关心名 你可以放在这里 你可以放在这里 反正你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首先 你是不是又要来讨论 财政部关心名 你觉得只要比这个大 还是比它小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你今天你在设计 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设计 可是设计这些就是 ideal 这些就是想法 好 我们快速做一下好了 这样你可能会更有感觉 好 那接下来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再增加别的文字 所以我要再点物件里面的t 然后 然后我现在我先选 因为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这边实际上 实际上的文字 我就不用这一种特效了 我假设我用这一种标准的文字 然后我就写财政部关心名 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选择那个实体的颜色 其实就是有别于标题 所以做另外一种的设计 好 财政部关心名 假设我今天我要放 首先我还是一样决定一下大小好了 你不管怎么样 也不能让别人就是 完全看不到 对不对 至少要有一点点大小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财政部关心名 放在这边 或者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或上面到顶 真的有人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后只是他会 有点像那个书本的设计 他会放到右上或左上 就是边边角角的地方 好 还有 还有 你觉得下面这个地方 你觉得哪一个位置会比较适合 首先大小绝对会比他小 再来就是位置的话 放在这个文字的右边 当做是富标 这是有看过的 还有当做是夜眉 夜眉 就是那个左上角 右上角 那个我觉得叫夜眉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夜码 夜码 对吧 好 我觉得 我们习惯 已经习惯看这样子的文章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放在夜码的位置 那你会说我可不可以放在中间 可以 论文 论文的一个写法 它是有这样子的放置 好 那如果我现在我放在下面 我放在下面 我是不是又希望说 因为这个字要清楚啊 所以我是不是又可以加一个白色 白色 好 怎么加一个白色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又再增加一个空白涂层 增加一个空白涂层 加了空白涂层把它搬下来 搬到这个中间 然后 我是不是希望 在这一层里面 加个例如说白色 就是我们通常 这边我可以加一个条状的物件 让这个上面的东西能够凸显出来 好 所以我现在就想要 教你们做这件事情 选到这个区域范围 选到这个 就是这个影像图层的这个区域范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可以 不然我用物件的方式 把一个物件进去好了 好 我先取消选取 取消选取 先取消选取 然后这边是不是 这个图层里面 我放一个物件 物件下面这边 物件下面有很多东西 甚至有马赛克 有形状 有箭头 好 线条 我这边只看到 这个物件 应该它有很多物件 那我们暂时就先用箭头 用箭头来去呈现 因为这箭头它是可以调整大小 所以 在这个地方选择 例如说这个箭头符号 然后选择这个箭头符号 我们来去调整 它可以调整宽度跟 宽度跟高度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物件呢 翻到文字的下面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我是黑字 所以它底色它会变成是一个白色的底 这样可以凸显这个字的存在 好 最好是放一个长条 长条的那个白色 然后通常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其实我们可以去设定 设定那个透明 设定 透明 但是 这个地方它 就是不让我 因为它是项链的物件 它就不让我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好 我们 我们要做到这件事 可以 就是将这个物件图层 转换成影像图层 现在已经变了影像 然后滑鼠右键 透明但出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箭头 所以 我觉得方向 方向就变成 我们要转90度了 是从这个地方 透明到这个地方 好 针对这个影像的话 不晓得各位 可不可以理解 黑色跟白色 黑色跟白色 请问一下 黑代表有颜色 白代表没有颜色 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好 可是在透明 我们现在做的是透明 所以代表 黑是代表什么 有透明 白色 白色代表 没有 没有透明 好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看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 这样做的 这样做出来可能得到的是反效果 所以我们先不做那件事好了 就是维持 维持在这个地方 财政部关心你 等一下我再去找我看看 能不能把它改成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好 就是长条形 长条形 这边 这边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 它本来是一个举形 然后看看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不是举形 那这个形状也可以 这个 这个形状 OK 因为它本身 本身它就是一个 它这也被锁定了 好 一样的问题 所以等一下我再去看 应该是有一个地方 它是可以 在这个物件属性 设定里面 应该是可以把它解掉才对 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了解 这里面可以去放 去放 例如说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还可以再去放 其他的物件 你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放了很多很多个 很多很多个 那个其他的图案 举例来说 你要是觉得 你喜欢这个Photocap的logo 它也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假设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放这个图案 OK 所以先点它 然后OK 好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 因为你只是要 衬托 衬托 这个文字 所以它 理论上 不可能设计的 大大的 不可能设计的 大大的 如果说 你要把它设计成 大一点的话 其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就是先后的顺序 要往下移动 移动到 它的下面 你会先看到字 再看到这个底色 那我们会 我们会预期的 就是说 你是因为 要去看 这个地方的影像 然后顺便看 这个我们的标题 所以 它就会有先后顺序 记得 先后顺序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 就是 上下的移动 上下移动 就是在这个地方 图层的 上下移动的调整 好 那接下来 这个物件 是不是又可以 再去调整 我们的顺序了 好 我就认为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影像里面 右上角放 放我们这个 Photoclap的 这个驢子的logo 然后 这样子 这样子 顺便来去看到 云端发票 乐透了 这个乐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物件的搭配 例如说 这里面 这个叫做 它预设的物件图片 物件图片 那 你现在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当我现在随便点一个图片 例如说我现在点这个花 OK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它没有 它有做去背 它有做去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就是说 等于说 当做是它的装饰品 装饰品 好 例如说我把它放在下面 就是这个文字的下面 所以影像这边 只要是放在文字的下面 然后你再去调整 调整它的位置 好 那看你要怎么样去搭配 但是记住 我们的主角 主角 就算你要遮住它 只能遮住一点点 不要遮住太多 不要遮住太多 好了 那我想这个图形 我觉得这样设计就好了 所以这个花就不需要再 就是不要放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图案 好 记住 每一个图案 物件的图案 背景都是被拿掉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就暂时先把这个影像 放在 就是储存起来 我们先把它叫做 云端 发票 好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麻烦先把这个答案关掉 把这个答案关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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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